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民主党是公然宣扬港独主张的一个港独组织 他的活动挑战了一国两制的政治底线 严重违反宪法和基本法 也触犯了香港本地的有关现行法律 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对于这样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中央人民政府表示关注 采取宁容忍的态度 是必然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加以取缔 那也是必须的 制宁容忍法的第一条明确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怎么能够设想 中央对待香港发生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可以不闻不问呢 而且从处理的形式上看 中央人民政府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发公函 表明对特局政府取缔 以及香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 同时也表明中央坚决维护 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本立场 请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就有关的情况向中央提交报告 这个方式是恰当的 是依法履行中央人民政府的权利和印尽的义务 依法有去顺理成章 不存在所谓的干预了削弱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问题 香港回归22年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 一国两制是最好的制度安排 香港在这条路上走得很好 而港独是要把一国两制毁掉 香港社会主流民意 对于反港独这一点是非常清晰的 因为广大香港同胞都是真诚的希望一国两制能够行稳自愿 都富有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法定义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